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今年刚当选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的编八次元 日前造访印度德里 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 中国企图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 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 而在藏中冲突方面 编八次元希望透过非暴力手段达成共识 并期盼可以和台湾有更多面向的互动与交流 扩大发展藏台关系 今年刚透过海外藏人投票当选的 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编八次元 近期造访印度德里 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 希望任内可以强化与台湾的互动交流 相信彼此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教育和教育和教育和教育 是很大的发展 很多东西都在台湾 要有更加密切与台湾和台湾 mmm for the Tibetans would be a good option to stud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one window to China and also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that would help the Tibetans besides these since Taiwan is independent by itself quite economically strong 有可能有空間 泰瀨喇嘛轉世的做法 我們在未來也要做出一些事情 針對中國企圖干預達賴喇嘛轉世的做法 辯巴斯人也挑明了說 這一切都是出於政治目的 當我們說了重生 我們說了重生的重生 所以這人只能有權 去決定自己或自己 或是她的身份 或是她的身份 所以這完全是在這裏 它不可以在手上的身份 它不可以在手上的共產黨 中國企圖 中國企圖不相信 所以這裏是唯一的 所以這裏是唯一的 為了主義的主義 為中國企圖 为什么他们显示了太多关心 在灵犯的佛允德拉拉玛 虽然佛允德拉拉玛现在活着 而他们不想跟着他 所以这就是 中国政府的主义承诺 尽管知道中国的野心 也再三强调西藏独立 是藏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编霸刺人 仍期望透过非暴力方式 解决藏中冲突 盼与北京政府重启对话 这两个主要求 的主义承诺 第一是 解决了西藏独立的关系 第二是 看起义承诺和地埃斯坡 这两个主要求 我们要拨课了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决这问题 基于男友 基于 被调子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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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的 准备 共同 中国 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 但直到這種事發生 直到最後的解決 我們不會在俄羅斯做了我們的研究 在俄羅斯的情況下 也會告訴外界的事情 在俄羅斯之間 這是我們的責任職員 作為俄羅斯之間 俄羅斯之間 與西藏自治甚至獨立的同時 西藏流亡政府的當務之急 是維護保存藏人的宗教 語言 文化 以及生活方式 有朝一日重返西藏 才能延續傳承下去 中央社記者林行健 新得理報導 在海外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布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的冒動 中國房地產開發巨擘恆大集團爆發財務危機 喚起世界經濟學家對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的關注 根據外媒報導 不只是恆大 截至今年六月 經濟學家預估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 已達5.2兆美元 到底中國房市黑洞怎麼會擴大至此 又會對全球造成什麼影響 本週文故之星帶您來了解 中國房地產開發巨擘恆大集團爆發財務危機 債務規模高達新台幣約8.5兆元 震盪了中國金融和房地產圈 這場危機的央級層面 小致老百姓的生計大到國際金融 今天文故之星就帶大家了解 這一法怎麼牽動全身 我們又可以從這起事件背後 讀到什麼樣的訊息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中國房市的發展背景 外媒報導指出 中國房地產相關產品和服務 佔了整體GDP的29% 長期以來 中國非常依賴房地產來拉抬國內經濟 這要追溯到1998年和2008年 兩次的金融風暴 當局為了提振經濟 大舉投資基礎設施建設 加上寬鬆的信貸政策 房地產迎來強力的上漲 一直到2014年間 中國房價不斷飆升 恒大就是在這段期間 透過激進的高槓桿操作 搭上政策的東風 恒大瞬間要升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 但是大城市的房價 已經不是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水準了 舉例來說 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 平均是年收入的57倍 那北京市也達到了55倍 但是即使是泡沫經濟時期 1990年的東京 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中國不會放任資本無序的擴張 因此2010年開始 當局對房市實行雙向調控 各地出現房價限漲和限跌並存的現象 就是要穩定房價 2020年中國再提出三道紅線政策 如果槓桿率超過了一定的限度 就不能再貸款 部分房企只能動用自由的現金 來償還到期債務 終於恒大出現資金流動問題 止不住讓公司股票債券暴跌 到期的理財產品與其沒有兌付 引爆了這次的恒大危機 大家都說恒大是一間大到不能倒的公司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恒大在280多個城市擁有房地產項目 除此之外 房地產之外的此公司 橫跨各大產業 包括替公司集資的銀行 恒大財富 他們推出高配息的理財產品 吸引投資人和旗下員工前來購買 根據外媒報導 恒大旗下土地甚至可以容納整個葡萄牙 但是現在由於缺乏現金 未完工建案功成平頓 超過100萬名購物者陷入困境 要是恒大真的倒閉 供應商破產 原物料價格暴跌 恒大甩賣房屋拖累中國房價 銀行收不回貸款 其他中國不動產商跟著倒閉 不只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全面的風險 與恒大集團有關的壓力 也可能會蔓延到世界金融體系 凍結全球信貸市場 隨著恒大集團 越來越多債務要到期 大家都在期待中國當局出手 拯救這間瀕臨破產的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 中國官方正在規劃 由國企和像萬科這類公司一樣 具有官方背景的房地產開發商 出面收購恒大旗下資產 但是官方還是不太願意 直接出面干預 畢竟如果救了恒大 等於縱容這種高槓桿的舉債行為 但是如果恒大倒閉 當局將面對數以萬計 屋主供應商投資者 排山倒海的民怨 而這一切又發生在 習近平準備在2022年延長統治 領導階層五年一度改組的同時 當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兩難 以上就是今天的雲固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佳華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Nananjee 你爹 你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